他或许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吧 眼前这个老人已经快100岁了 他没有子女 无依无靠 一个人住在大山深处 靠着政府的补贴艰难为生 老人叫苏伊 来自土耳其特拉布宗伊斯坦布尔一处高地 他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 他不得不住进了孤儿院 后来叔叔得知此事 把他接回家抚养长大 苏伊的人生轨迹和大部分人一样 长大 成家 立业 但不同的是 由于某些原因 苏伊和丈夫没能拥有一儿半女 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前些年丈夫和叔叔又相继离世 继子们住在遥远的法尔科兹 从不曾来看望他 孤独的苏伊奶奶生活困难 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正值当地雨季 飞胜阵阵 大雨下个不停 苏伊家的门半开着 墙壁上黄色的涂料大部分褪去 半黄半白 门框的颜色变淡 破就不堪 老人很早就起床了 此时他正在生火烧水 首先把一块纸壳塞进去做燃料 再用原始的火柴点火 接着加入木棍 等火烧起来了 就把炉门关上 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习惯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苏伊只能把袜子挂在墙上 灶炉的火刚好可以烘干 窗户上又爬上了一些蜘蛛网 旁边还有一只躲雨的蚂蚱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烟囱的烟笼罩整个屋子 镜子中只有苏伊孤独的背影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灯泡早已布满灰尘 灶炉的浓烟顺着残烟断壁飘了出去 这个巨大的窟窿很久之前就坍塌了 从屋顶看 这房子仿佛废弃了几十年 四周爬满长青藤 看不出有人居住的迹象 奶奶说很多年前的一个夜里 大雨倾盆 房顶垮了 木板倾斜而下 瓦片和朽木堆在古仓 一直没有清理修复 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也没人帮助它 幸运的是这里是古仓 老人还有左边的房子可以吃住 吃过早饭 苏伊奶奶开始整理床铺 下过雨之后 天气越来越冷 他得在床上铺上暖和的毛毯 虽然年事已高 但老人的床单被套都很干净 他的床也铺得利落整洁 老人用皱巴巴的双手 仔细地捋顺四周角落 手指看起来已经不太灵活 随后他推开卧室的窗户 习惯性地爬上去张望 今天是当地一种节日 山腰的邻居上来慰问他 附近的村民比较热心 时不时会上来看看老人家 邻居问苏伊奶奶在干什么 奶奶说自己什么也没干 中年女人抚摸着苏伊的头 问他叔叔的子女是否来探望过 苏伊失落地摇着头 低声说了一句没有人来 邻居微柔地帮奶奶整理头巾 十分同情他 原来苏伊的丈夫去世 留了一笔钱给他 但叔叔去世后 这笔财产被继子继女卷走 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刚开始他们还会来看望老人 渐渐地连人影都没了 孤独的老人邀请邻居进屋坐坐 中年女人说自己有工作 没时间陪他 他嘱咐老人照顾好自己 然后离开了 邻居走后 苏伊爬在窗户沉思了很久 面对境 老人开始自言自语 这样的时刻有很多 他说父母去世得很早 现在自己的年近百岁 活得比父母还大 他说曾经在孤儿院哭了很多次 后来被叔叔接走 送自己上学 有了知识文化 长大后还曾在外地工作过 这是老人的旧日记本 上面清晰地记录着那段幸福的时光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 自从叔叔和丈夫离开后 他的人生又陷入无尽悲伤和孤独 生活百无聊赖 开水沸腾洒到了灶台 老人把他沉入杯子 然后又不知道做什么 只能孤零零地坐在门口的柴垛上 房屋四周砸草丛生 苏伊嘴里面念有词 他仿佛在祈祷什么 近距离看 他脸上布满皱纹 眼睛里含着泪水 这时 迎念走路一名年轻男子 他是社制组的记者 原来老人想在节日这天去亲人的墓前看看 他已经很久没去过了 年轻男人把两根拐杖递给苏伊 扶着他起身 老人的被勾楼的几乎与地面齐平 他们的车在迷雾中行驶了一小时左右 终于抵达墓园 在记者的帮助下 苏伊奶奶下了车 现在雨停了 老人坚持独自走向亲戚的墓碑 他的步伐缓慢而沉重 悼念完丈夫和叔叔 他又向更高的地方走去 高地埋着他的父母双亲 所以尽管途中风雨交加 也无法阻挡老人的脚步 他仅靠两根墓杖爬到山顶 在那里驻足许久 下午设置组把老人送回了家 他没有进屋 只是又一次坐在门口 邻居问他刚刚是不是去墓地 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并好奇苏伊丈夫生前是干什么的 但苏伊神情恍惚 答非所问 逗笑了中年女人 他蹲下来帮老人清理脚上的杂草 这个女人就是苏伊的邻居 他说自从自己搬来这里 苏伊奶奶的房子就长这样 就像一件历史文物 除了一天天便就没有什么其他变化 苏伊奶奶没有孩子 没有人照顾她 自己每天会抽时间来陪陪她 女人说没有办法 就当是做好事了 这位穿红衣服的女人刚到不久 她从伊斯坦布尔来 女人说苏伊是自己的舅母 虽然是舅舅的第二任妻子 但人很善良贤惠 所以趁着过节专程来看看 女人还表示苏伊奶奶很可怜 没有亲生儿女 只有三个妓子两女一男 但他们住在城镇 一年半载见不到一面 苏伊奶奶似乎记不清这位侄女了 在门口做了片刻之后 就回到屋子关上了门 她什么人也不想见 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一个人守在这所老房子里面 邻居还没走 她帮忙清理起古舱门四周的长青藤 但任务量太大 把门变得清理干净 他们就准备离开了 苏伊奶奶不习惯热闹 等邻居和亲戚都走了 她再次开门出来 虽然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 但老人耳朵很灵敏 她听到夜猫弄掉了古舱洞口的石头 那是她用来防止老鼠进入的 老人缓缓来到古舱门口 将地面的石块捡起 再次堵上门上的缝隙 嘴里还不忘吐槽夜猫的顽皮捣蛋 老人又开始自言自语 她说这所房子曾经住了九个人 一家人其乐融融 他们在针子月彩针子 天气晴朗的时候 全家在森林拾取柴火 这是一段苏伊奶奶和丈夫生前的录像 2009年9月由妓子拍摄的 同样的卧室同样的床 看起来非常幸福和睦 现如今不够物是人非 在房子周围转了一圈回来 苏伊继续生活 晾晒的衣物完全没有干的迹象 老人来到柴房 又捡了一桶干柴 雨依旧很大 苏伊关上了大门 她准备睡觉了 她没有电视没有手机 没有任何娱乐设备 只能早早地休息 纪录片只是记录了苏伊奶奶短暂的一天 她这百年来是如何度过的 我们无从得知 希望她一切都好 也希望更多这样的奶奶被关注到 多关心老人 常回家看看